张先生是江苏素千人 今年8月6日上午六时许 村里村民告诉他父亲 他的大舅在村口与他人起了争执 随即跑去拉架 到现场后 发现嫌疑人用螺丝刀砸了大舅头部多次 正准备拿汽油桶往大舅身上浇汽油 我爸上前劝阻 想让对方冷静 并抢夺汽油桶 结果汽油也倒在了我爸身上 我爸劝他想清楚 别冲动 但他仍执意引燃了汽油 我爸 大舅 舅妈和嫌犯四人被烧伤 张先生说 嫌疑人腿部被点燃后 还开车意图碾压大舅 父亲想拉开却没成功 我大舅是当场被车碾压致死的 事发后 警方到场 嫌疑人蔡某某被抓 他父亲与舅妈被送至医院治疗 8月23日 张先生的父亲因感染性休克离世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联系到其大舅的家属 他说 张先生说的事发经过是属实的 嫌犯是他们当地人 和他们家是一个村子的 安置小区也离得不远 两家人也没什么矛盾 以前见面时 我们还打招呼 这件事弄得我一头雾水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先生和他大舅家属均表示 他的舅妈如今仍在医院救治 两名受害者已送至病医馆 张先生说 此前 因为父亲还在治疗 我希望嫌犯家属支付赔偿金 好让我爸治病 现在人没了 我只求警方尽快给出调查结果 让死者入土为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